陈豪 宣宣 藤立明 湛俊宏 洪永成 邓佩怡等一众议员 这天一起为热播中的《驼枪师姐2021》宣传造势 聚集自播出后唤起不少观众的集体回忆 尤其是见到阿腾再次饰演陈三元这个经典角色 而上星期播出的阿腾一场迷你舱的独角戏 更令网民大赞演技大爆发 其实挺喜欢结枪戏的 因为可以勾起各位在《驼枪》一二三四的那个回忆 就是好像跟他们一同回忆 他们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电视的那个去饭啊 怎么着的那个东西 所以特别有感觉 最近有些网民就是因为你《回家》里面那个角色是非常经典 所以一看到你就想到那个角色了 你又记住我做的都是经典 真情的阿学了 然后就是寻传机的线柔了 然后是《驼枪》世界的三元 刚刚好就是三元配得很另外的一个经典 就是熊象线 然后才会出这个感觉 其实我还有很多的《一无老妖记》的二宝 其实我觉得我拉开一把手擦 没有人想象我是一个熊象线 是肯定是三元 而轩轩和陈豪这对欢喜冤家 在剧中一起入住安全屋 也有不少搞笑演出 但是反而被他们的猫拍档汤圆抢了劲 第一次这样跟猫演戏吗 是的 其实开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有猫 我就第一个反应是 应该是开心吧 不 很担心 不是因为不喜欢所以担心 是因为狗拍拍动物是出名很难搞的 对 那狗还好因为它会听你说 然后跟着做 但是猫完全不听的 基本上像我家里的猫 如果有一些陌生人进来 他就会躲起来 那那只猫真的很特别 第一天跟他合作 他的反应就是很淡定 然后就什么都不怕 你要拍他他就看 你要看他就这样 就让你拍 所以每一个镜头 基本上他没有NG的 哇这么新铃 真的没有好厉害 就是一点点 他是只对你这么好 还是对所有人 都是这么好的那只猫 只是对Jessica这样的 对我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心里面他不喜欢她 他一出现就是 他会感受到吗 就是你会 他会吃 更可能他凑到我身上 有猫的味道 所以有分别的 Tony和阿菲亚这次在戏中 一起做反派 拍摄期间除了每天一大早 外景之外 还要应付大量动作戏 不过见到观众 有那么好的反应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外景比较多 就是打斗啊 跑啊 厮杀啊 那种各方面啊 吵架啊 最来的两个礼拜 就会剧情这上面就越来越浓烈 对对对 剧 戏上面也是多一点 对 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是第一次尝试啊 是我 我是第一次演这个反派 是演这个坏人 所以就蛮享受的 对 我演Danny Zay的时候 所以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每天都很开心 但Danny Zay会越来越坏吗 还是越来越 她压堪了 但是她的味道就会越来越浓 嗯 就是这样 对 那跟了腾就是有什么的经历 可以 他刚才说你是其实一个很少的人呢 她就笑我 那次 其实是我第一次开那个电子车 對 劇情上面我就開釘子車去借他 就是又安錯門 又忘記了想安 又太快走了 都沒有接他 所以他就覺得跟我的合作 過程太快了 每次在公司見到他 他都笑我 現在都是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跟他拉起來了 把這個陳三元 這太可笑了 劇中精彩的場面又何止這麼少 海俊傑 張佳兒和黃劍東 這天也有劇透一點點 他們最期待播出的情節 我期待就是我跟他們 打MMA的那一場 因為很搞笑的出場 然後認真的打 然後很搞笑的收尾 還有在那場就傷了那股 但是打出來的 挺好看的 滿意 那一次就是受傷了以後 難以不是以後 我就說半年了 半年半年 沒那麼誇張 現在好了 現在沒問題了 對 我當然期待看我跟我老公的 在家裡 床戲 對 然後期待看我跟MMA 我跟他看鬥嘴的戲 因為我以為他帶我老公去混混 對 混混 很標準 很標準 我就是平時都是穿著衣服 就是接著我的肚腩 還有這一場戲 就是我們做運動 他們很喜歡我的肚腩 要我拿起我的衣服 就是我們打MMA 對 我們打MMA的之前 你們就拿 他動動就拿那個肚子出來 他們想要嚇一嚇這個觀眾 清一清醒 他們很清醒地 看著他們打MMA了應該 好